哈囉各位奇友大家好 我是勾勾先生 今天要來講的這一盤 呃今天來講的這個觀念呢是 如何攻擊白旗 其實很多人在下旗的時候都會有一種 呃想法就是 我要怎麼把對方殺死 但是呢通常呢 攻著攻著 就 敵人就回家了 而且 有的更誇張的是攻著攻著呢 明明我是攻擊的一方 最後卻變成我死掉了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探討 說到底要如何攻擊 以及你在攻擊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哪一些東西 OK 首先上一手呢白旗從這裡呢 傾銷進來想要破壞黑旗這邊的潛力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一個分析是 白旗除了這一顆子比較孤單 還有 哪一塊旗 記住喔 哪一塊旗是 還沒有 完全做出兩個眼睛的 很顯然這個不用去看這個都是他的地盤 對不對 這個也是白旗的地盤 這個也是 但是這一塊 他怎麼樣 他只有這一個眼睛 對不對 這邊有可能 會有他的第2隻眼睛 所以接下來的攻擊啊 可以纏繞住這兩塊白旗 當然我們除了注意白旗之外我們還要注意一下自己 就是這個地方的斷點 還有這邊的地方可能會被切斷 這邊的切斷到底是什麼 什麼結果 其實你會看到就是 目前影響都不大 比如說這種切斷啊 我們可以用什麼 這種跳門的 就把它給 吃住了 這地方的這個切斷其實也不太怕 就是因為你這邊其實都蠻強壯的 所以他這個被斷掉這個也很難跑 所以這個暫時不用怕 但是 未來 如果 這裡白旗有 多的一些人的時候 這邊可能就要稍微注意 就要稍微注意 那這個地方的這個切斷呢 其實我可以跟各位講 如果今天你是要殺這一顆子的話 這種切斷 這個 這個你反而 這個對方這個切斷反而還幫你嘛 有可能你就這個順勢一打過來 有沒有這個更危險 對不對 那這一顆呢其實他 是死是活就沒那麼重要 OK 好所以呢其實 以上呢我們可以做了一些評估 就是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斷點評估 跟對方的問題的評估 OK 所以呢現在呢就是 就是我們要這樣子看 透過攻擊 好就是 可以纏繞住這兩塊白旗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實戰 實戰呢是從這裡攻擊 OK 好 那這裡攻擊呢 這一道防線其實黑旗是 蠻頑強的 就是白旗這裡要跑 已經有點難跑了 好已經有點難跑 因為 因為這個地方 剛好 就是 比如說黑旗這樣子跳一個 有沒有這邊都是黑旗的人 好這個地方白旗很難跑 所以白旗呢 有可能就是往這裡 實戰就是往這裡跑 但是接下來的黑旗這幾手旗呢 往往就是在攻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實戰呢這個黑旗是走在這裡 然後白旗黏上 好然後呢 再來 走這個 好那這個走法比較像是說 嗯 我可能攻不到你了 不知道怎麼攻了 所以我選擇不攻 我選擇來回防 好 那這樣子你看到白旗這一衝 實戰就是白旗這樣子下 然後呢 再叫吃 OK 然後黑旗黏上 然後白旗再拐 好 黑旗退 白旗在 小肩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種攻擊到後來都會變成什麼 就是 黑旗明明 一顆子對一顆子的白旗 突然白旗回家了 而且還形成了一道後勢 反而比較像是這一顆子會被攻擊 好那到底是 哪個地方 出了問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好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纏繞攻擊手法 這個時候黑旗啊 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先把旗子放在這裡 先 跟刺這個白旗 緊接著這個接下來這一衝啦 白旗這個就被切斷了嘛 對不對 那 可是如果這個地方白旗子是 這樣子黏的話 欸 那我們看喔 接下來 黑旗子要往這裡一跳 這個就怎麼樣 把白旗給門封住了 把白旗給門封住 那這樣子這個 呃 應該說白旗是非常的慘 而且接下來白旗還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一塊 有可能 也會被殺 黑旗將來這裡只要放這一顆子 這一塊就沒有活了 好這一塊就沒有活 那這樣白旗同時要處理這個跟處理這個就會非常的難 然後黑旗呢相對的就會輕鬆很多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今天這樣子白旗這樣子衝斷 他想要殺黑旗 假設啦 但是 黑旗基本上 只要 比如說我這樣貼回來 或者我也可以這樣叫吃啦 都可以 這樣叫吃完 再黏上 好 那 只要我黑旗這一塊 應該不是講這一塊 是這一顆子 因為這一顆子是關係著他們 會不會聯絡 對 只要這一顆子不死掉 然後這三顆子也不會死掉 那這一塊白旗跟這一塊白旗 很有可能就會死一塊 很有可能就會死一塊 OK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這樣子衝 白旗 黑旗擋 白旗在斷 好那這個時候白旗啊 這個時候黑旗啊 這邊接下來就會怎麼樣 會不會這樣叫吃嗎 因為這裡有白旗的人在等 所以呢 這個地方黑旗呢基本上呢 要補這邊的斷頂 但是這個時候有一個很高效率的補法 不是這樣子黏 這樣子黏的話只有對他有影響 這時候其實可以往這裡藏 哇這個藏 威力極大 為什麼 因為白旗如果往這裡跑 先就黑旗往這裡藏 這個白旗是 衝不掉 沒辦法衝斷黑旗 有沒有 他要衝黑旗擋住 這個地方沒有斷點 然後呢 接著他可能只好往這邊跑 好 假設 我們算他跑回家 好不好 算他跑回家 我們這邊呢 突然 有點腦殘 就是讓他回家 讓他這樣子連回家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當你這裡往這裡藏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攻擊他 你還有 在攻擊 這一塊白旗 而 你只要把旗子 放在這裡 這塊白旗 也就死翹翹 OK 所以這個地方啊 我們看前面 你在攻擊敵人的時候呢 有一些很重要 有幾點很重要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 先注意 自己 有沒有毛病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的斷點 這邊的斷點 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呢 就是 如果 第一點 是 OK 你沒有毛病的 你就要注意第二點就是 我有沒有什麼好的封鎖線 可以去做纏繞 比如說像這個 刺完之後呢 這個就是一個 很好的封鎖線 有沒有這個就 飛的封鎖線 跟跳的封鎖線 然後這個跳呢 旁邊有一個帶尖 所以這個地方衝的時候呢 你最多就只是一個斷點 而不是像這樣子 兩個斷點 OK 所以你要去 注意到 以這盤旗來講 你要去注意到這兩點 然後呢 再來就是 伺機而動的 看 能不能纏繞到 這一塊 OK 那接著呢 如果這個時候 白旗選擇 往這裡走 那其實黑旗很簡單 黑旗就直接這樣走就可以了 你就把這個吃掉 就夠了 就夠了 因為 這地方被白旗破一點點 是沒關係的 因為白旗這一顆子 已經送死進來 所以 這時候你要知道 我們在攻擊的時候 不是要全部 殺掉敵人 你只要 有獲利 就可以了 當然你還要 當然你也是可以去看一下 你的全盤到底 夠還是不夠 如果你的全盤地盤不夠的話 那你可能還是要想辦法去做更多的拼命 但是如果你的地盤已經夠了 有獲利 就可以了 OK 好 那最後呢 再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白旗要怎麼跑 白旗不能用跳的 白旗要考慮到黑旗的封鎖線 所以這個時候呢 白旗應該要往這裡尖 因為尖的話是可以最快速的往這邊 聯絡的 可以最快速往這邊聯絡 那黑旗呢 他也要去想辦法看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進行 這個 纏繞攻擊 比如說 這個時候 就是比如說我在用跳 這樣子 但是這個可能還是稍微勉強啦 因為這個擋不住 這個可能只能退 那這樣子這個白旗這樣子一沖完 然後 可能在這一虎口 感覺上 不是那麼的容易 黑旗不是那麼的容易 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再繼續倒帶 當下到 這邊的時候 剛剛我們是黑旗實戰走這個陣 對不對 這個時候 黑旗 有更好的一個走法 我認為這個地方呢 是要往這裡走 在這個地方攻擊 把這一道外視 蓋起來 然後 在四肌耳洞 看這個點 好 假設今天白旗 就是這樣子跑 我們就搬 他跑 他 他假設要這樣跑 OK 那我們就這樣子 再跑 我們就在退 有沒有 我們就在退 然後呢 最後呢可能他 我們算他跑回家了 好不好 我們算他這樣子跑回家 好不好 這樣他已經跑回家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 這個點 就出現了 所以 你要知道說你的攻擊 就是 你的攻擊的目的 當然你在攻擊的時候你都要很注意到你的每一個斷點 好像這個斷點是基本上不怕 這個基本上我們是可以這樣子 吃掉 好那這個斷呢 其實也不太不太害怕 因為 這個我可以這樣叫吃 叫吃完之後 基本上 是沒有太大問題 比如說你這樣叫吃都沒問題 有沒有 然後 然後 就是你只要先注意好你的斷點 你的斷點沒有問題 那你再去看 你的封鎖線 或者是你的外視 能不能造成 兩塊 的影響 OK 那 出發點都是往這個地方 OK 那不知道你這樣子 學會了嗎 如果說你常在攻擊的時候呢 也沒有一個 系統化 不曉得要 怎麼樣子去訓練的話呢 其實我蠻推薦你可以看 影片下方的這個連結 10級到3段的這個免費影片 那這裡面呢會揭露我自己呢 在 過去以及後來呢我給學員 訓練的方法 OK 那這個方法呢 我把它分成了四個步驟 基本上你按照這四個步驟 有條理的去訓練的話 並且你融會貫通裡面的內容的話 我認為基本上要身段是不難的